而北韩从之前的积极发展核武到最近的天安建事件 它引发全球关注制裁当前 无疑的是一触即发的亚洲火药库洞见观瞻 然而这个至今彻底贯彻共产制度的闭锁国度 对外只跟两个国家连结 资讯流通不足 外界很难掌握它的国情民生 形同跟世界隔绝 更添加神秘感 那么民事新闻在这个月 就成功的挺进了北朝鲜 成为天安建事件以来 全球第一家进入北朝鲜采访的媒体 从今天开始 巨变东北亚系列报道 要带您深入北朝鲜 从各个面向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继续就是民事胡婉玲 顾德川 李建成 来自北朝鲜的独家采访 北朝鲜位处东北亚 东西方领海 北与中国俄罗斯为零 南与南韩长期对峙 对外接触有限 只与两国三个地方通航 包括中国的北京 沈阳 以及俄罗斯的海参威 是世上唯一从政治到经济 都贯彻社会主义的国家 民事新闻于5月 向北朝鲜提出采访申请 陆续缴交记者资料 和采访题目 虽然答复不断延宕 却也从未拒绝 7月 民事终于获得北朝鲜首肯 除了专访国家领导人金正日 以及敏感的军事议题 遭到否决 其他包括观光 生活 文化 传播等面向 都在采访范围 7月中旬按照计划出发 民事三位同仁准备从 俄罗斯海参威进入平壤 但7月14号 我们抵达海参威 向北朝鲜国营的高令航空 领取签证和购买机票时 却再生变化 如果我们可以去平壤 我们可以赔给谁 你还是他 他 平壤方面已进来国际情势紧张 避免滋事为由 考虑惧发民事签证 接下来是连续几个小时 紧张地沟通 协商和等待 最后在彼此同意再缩线采访范围 到观光层面之后 我们终于领到签证 买到机票 7月15号下午 我们搭上飞往平壤的高令航空 班机不大 旅客不到60位都是朝鲜人 但行李不少 一直指像是家电用品类的纸箱 包装紧密 平均每一个人挂进六七个 货品比人还重 旗飞前酷热难耐 一身雁红制服的空中服务员 递上扇子 让乘客各自煽风散热 但机上不被允许拍摄 因此我们的画面并不多 两个小时的飞行后 我们抵达平壤国际机场 正式进入世界瞩目的 亚洲火药库北朝鲜 国英的高丽国际旅行社 派出经理机代表 礼貌揪机 但和所有外国人一样 媒体记者在出关前 必须缴交能够漫游通讯的 手机托管 北朝鲜至今全然贯彻社会主义 因此一进入首都平壤 不同于其他现代都会的 特殊景象进入眼帘 一栋栋高楼大厦伶俐 但除了是国家机构之外 都不是公司商办 而是政府提供百姓的国家住宅 原本可以是世界最高大楼的 柳金饭店 楼高105层相当醒目 但完工后十多年 至今还未使用 两排行道树 垂柳茂盛 不惠平壤素有柳金之称 大同江流贯市中心 天增平壤的河岸之美 正好民事记者住进的饭店 就是坐落在大同江中的 羊角岛上 景致宜人 也是不少观光客的选择 外国人住进北朝鲜 不能和当地人接触 也不能使用朝鲜币 在国际饭店里 美元也行得通 但欧元人民币更受欢迎 因为我们三名记者 不算是团体入住 每日住膳费定在120欧元 约当新台币5000块钱 接待单位还严明 饭店以外的所有采访 必须事先知会 加上是天安剑事件后第一组 获准进入的国际记者 使得民事采访小组 格外健胜 饭店附设的店铺里 卖着北朝鲜高丽人参 本地产制的商品 各是中国药品 货品 但是就是没有美国货 更没有日本 南韩的商品 我有跟柜台交代的 就是说台湾有东西 会在中午左右传过来 所有住客都没了手机 想打国际电话 只能到大厅电话铺里 复现拨打 不多久 一车车外国团体陆续归来 让阳交岛饭店 煞食热闹起来 原来他们是前来 朝鲜观光的旅行团 人数最多的是一项 和朝鲜友好的中国旅客 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首先你来了以后 你可以看到 他们很多人都穿着 自己的民族服装 就是这种傲裙 看着就给人一种新鲜感 然后还有就是 在坐地铁的时候 看见那些女学生 感觉她们非常的淳朴 跟她们打招呼 她们也非常友好 给人感觉非常亲切 这边人挺友善的 所以是总体感觉还是不错 就是有一些 就是不怎么太好 就是不怎么很好的地方 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可能发展嘛 所以慢慢可以是改善一些的 另外还有一部分观光客 则是来自欧洲 显然这个外在局势动荡不安的社会主义国家 还是一贯程度的闭锁 而它的神秘 对非美系国家的理科而言 不是恐惧 而是不同程度的吸引力 每晚就寝前 杨交道饭店的这个房间 就是我们三个人 讨论采访进度的作业中心 由于国情的不同 对于采访自由的认知 出现大落差 使得我们明显地感受到 采访的压力 民事新闻胡婉玲 顾德川 李建成 在北朝鲜 我们还将继续进行 后续的独家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